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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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很多的很不错的人 有的人是有才 有的人是有德 这些人全部都被你推荐过了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推荐人才是你过去的长项 对吧 所以你现在推荐我也不多我这一个 而且呢 白美观其贤恩辅公 忠义奋发 说我李白发现被你推荐了的人 后来大家都能够知恩图报 而且都能够做得很好 所以我现在才来找你 意思也就是说 我还有很多机会去找别人推荐 但是我为什么找你 是因为第一 你推荐过别人 而且都成功了 第二 被你推荐的人都是很不错的人 第三 这些人也都是一些知恩图报的 后来发展都不错的 所以以上三条 使得我愿意来找您 我知道君侯推赤心于诸贤之腹中 这个叫推心致腹 这个其实是一个典故 讲的是当年的东汉开国皇帝 叫刘秀 说刘秀这个人跟别人聊天 跟自己手底下的人聊天 简直就是像把自己的心 推到别人肚子里一样 如此的赤诚 如此的坦诚 在这里呢 这个李白又一次用刘秀 来比这个韩金周 说所以不归他人 而愿委身于国事 所以我李白不向其他人写信 不让其他人推荐 而希望能够投入您的门下 当然讲到这里 刚才我前面补充过背景 李白其实已经投了一圈了 对不对 只不过给这个韩金周 写这个信的时候 他其实本来都已经灰心了 他已经开始在安禄种地了 但是现在听说韩金周在附近 再次给他写信 最后李白表达了一个意思 就是如果您能够推荐我 那么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讲叫做躺极难有用 敢笑微屈 其实李白的这个第三段 主要表达了一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您能够推荐我 未来我一定不会辜负您对我的这个恩德 如果有能用得上我李白的地方 我李白一定全力以赴 但是如果直接讲这段话 就会显得自己非常的第三下死 会显得自己非常的卑微 就感觉我又是在讨好你 所以李白其实是用了一系列的典故 用了韩金周过去举荐的这些人 来证明说我来投靠你 其实我们两个是各取所需 你也能够得到很高的名声 你也能够得到我的这个认可和效忠 我呢也能得到你的推荐 也能够实现自己的报复 施展自己的财怀 所以李白在写这封信的时候 始终是把自己放在跟那个举荐人 平等的地位上在写的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点 就我们今天很多人找工作 或者是投简历 都是把自己贬得很低 把对方抬得很高 然后拼命地讨好 拼命地拍马屁 然后说你能不能够稍微开心一下 然后就可以用我 但是你会发现 李白作为一个真正有本事的人 他是不走这一套的 当然他也会尊重对方 他会把对方抬得很高 但是他说我把你抬很高的目的 是因为我看得上你 就是我的才华很厉害 然后你也很厉害 所以我才给你写这封信 你今天之所以能够收到我的简历 是因为你是一个好公司 是因为你被我看得上 就这是李白一个好厉害的地方 也就是说他去找工作的时候 他并不仅仅觉得 你给我一份工作是对我的恩赐 他觉得我们两方 其实是各取所需的 因为我要为你工作 你也是那个受益者 所以这是李白好厉害的一点 我们继续往后看 且人非遥顺 谁能尽善 白磨油筹化 安能自尽 接着李白就讲到了 前面讲了那么多 说李白又能闻又能舞 又会写又会唱 对吧 那接下来李白就稍微的低调了一下 李白说 当然我也有我的缺点 但是谁没有缺点呢 大家又不是圣人 又不是姚舜 谁能尽善 说我李白在磨油筹化 就是在这个计谋方面 可能不是特别的出色 但是轮到写作这件事 至于制作 制作就是写文章 说到写文章 积成卷州 则欲晨慧视听 我简直写的实在是太多 就是说 别的方面我不敢说 起码写文章 恐怕天下 无人可与我相比 恐雕虫小记不和大人 当然他表达的这个 很自信的意思 是用了一个很谦卑的口吻 表达出来的 他说当然我这种 也只是雕虫小记 次官除饶 请己执笔 兼之疏人 然后退扫弦宣 善写成上 这个除饶是什么意思呢 除就是割草的 饶就是砍柴的 就是说砍柴的割草的 代表的是地位低的人 在这里面 李白是很谦虚的 指自己 如果你能够给我这个机会 给我指 给我笔 并且让我在你面前 表达一下 对吧 这个表现一下我的文采 那么 树清平节路 长假于 薛辩之门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完美的答卷 所以李白这是在申请什么呢 申请 韩金周 给他一个当场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 当然他对自己的这个才华是非常自信的 他说用到了清平和节路 这两个词 清平是古代的宝剑 古代宝剑 清平剑 节路是古代著名的美玉 所以你看这又是一文一武 对吧 这个清平剑是武 节路玉是文 长假于薛辩之门 这个薛 也是古代的一个非常厉害的人 叫做薛竹 薛竹最出名的是他会向剑 就所有的宝剑给到他 什么是真正的宝剑 这个薛竹是非常厉害的 在古代的典籍当中 专门有一篇讲到薛竹在月王面前向剑 所以在这里边 薛指的是薛竹 辩指的是辩和 大家知道这个和氏璧 你们小学的时候学到和氏璧 和氏璧其实就是因为辩和会食玉 它发现的这块玉 所以后来叫它叫和氏璧 那在这里面的辩呢指的就是这个辩和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 它除了用清平 用节路来形容自己的才华 还在用这个薛竹和辩和 在比喻寒金周 我有才也得找那个能够食才的人 我希望你就是能够实践的 这个薛竹 能够食玉的辩和 性推下流大开讲世 为君侯图治 希望接下来您能够 这个下流不是咱们今天骂人的这个下流 而是指你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 你能够俯身下来 对吧 礼贤下世 希望您仔细地想一想 这就是李白给韩金周写的这封信 所以总起来讲 这封信里表达了什么呢 第一 表达了他对韩金周的景仰 为什么景仰韩金周 因为他听所有的人讲 韩金周是一个真正能够赏识人才 重用人才 推荐人才的人 而李白自己呢 又是一个不得志的人才 这是他讲的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 李白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自己 我是哪里人 然后我从小到大 做过哪些事情 我有什么样的才干 第三个部分呢 李白讲到了在历史上 这些能够推荐人才的人 包括韩金周自己的过往的历史 推荐人才的历史 通过这些 李白表达了一个观点 那就是我希望你能够 像历史上的这些了不起的人一样 当然也像你过去所做的一样 来继续地举荐贤能的人 比如说我李白 当然能够真正地被你举荐的人 也一定会抱难 所以李白说 这个其实是一个共赢 我们双向奔赴 对吧 最后一条就是 当然李白也不是没有缺点的 我李白也有自己的短板 但是如果论到写文章 我不怕任何人 所以希望你给我一个机会 能够让我展示一下自己的才华 我相信 我像清平剑一样 像这个杰露玉一样 一定可以被 你像这个薛竹一样 像辩赫一样 这样的人给赏识 那么接下来 希望你好好的考虑考虑 这就是李白写的这封信 所以我们今天呢 有一个副标题 叫李白怎么写简历 我为什么会起这个标题呢 就是因为我们觉得 读这个文章的时候 我发现 李白去找工作的时候 他的这种心态 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别人找工作叫有求于人 李白找的工作叫双向奔赴 就是我找工作 绝对不是我求着你 而是我觉得 我自己是一个有才华的人 我们相互选择 这也是李白一个非常聪明的地方 其实我们读论语的时候 也会读到类似的一种心态 就孔子告诉我们说 不患人之不己之 求为可知也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不要整天担心 别人不录用你 别人不懂你 别人不知道你有多有本事 你应该担心的是 自己是不是值得别人了解 自己是不是真的有那块本事 这是你才应该去担心的事情 那其实李白就是因为 底气来自于什么 就是因为他自己非常的有本事 他觉得我没有问题 我很有底气 我现在只不过是缺一个机会 所以如果你能够给我这个机会的话 我相信你不会后悔你的选择 所以这封信呢 李白虽然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 但是仍然写得豪奇干预 非常的厉害 但是我们说这封信的结局是什么呢 石沉大海并无回音 就是他写给韩晶周之后 写了这封信之后 韩晶周是肯定收到了 但是没有给李白回信 李白也没有得到韩晶周的推荐 所以后来很多人说 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韩晶周不是一个特别厉害的 就是能够赏识人才推荐人才的人吗 为什么不去推荐李白 一般来讲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说 李白确实如他所说 叫做磨油筹化安能自尽 就是说到写文章 他好厉害 但是说到治理才能 李白可能不太行 这也是后来很多人对李白的评价 就李白是一个文学人才 但不是一个政治人才 这是第一种可能 就是韩晶周觉得 李白的文采不错 但是李白当官差了点 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 就是李白把韩晶周 抬得太高 韩晶周不敢接 大家注意这里边 李白用了好几个人 去比喻韩晶周 在这里面 其实有几个人是大忌 有几个人呢 第一个人是周公 大家知道周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除了他是一个 李贤下士的不停的 这个渴求人才 重用人才的人 周公是当年 辅佐周五王 在周五王死了之后 辅佐他的儿子周成王的人 也就是说周公是行使过费力大权的人 这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是很忌讳的 你如果敢自比周公 那你就是要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 可以行使费力大权 所以一般人不敢自比周公 我们说谁自比过周公 曹操自比过周公 周公图补天下归心 你看曹操这样的身份 对不对 那这样的人是自比周公的 所以当这个李白用周公去比 韩经周的时候 韩经周是不太敢接这个招的 如果接了恐怕会烙人口实 这是第一个不太敢比的人 第二个人在前面他还拿谁比了 叫推赤心于朱贤之腹中 这是刘秀 刘秀是汉光武帝啊 所以李白在写这封信的时候 虽然写了好奇甘云 他自己没有问题 但是他把别人抬到这么高的位置上的时候 别人不太感激 所以一般情况下 我们后来的人认为说 为什么韩经周不会给李白回信 韩经周没有再去推荐李白 有两个重要的原因 第一个是 李白确实是一个文学人才 但不是一个政治人才 第二就是 他把韩经周抬得太高了 一个浪漫主义的诗人 自己可以把自己当成仙人 天上的哲仙 但是当他把别人抬到跟自己一样位置上的时候 别人可能有点受不了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传统的方式 传统的人讲究什么 讲究的是谦虚低调 对不对 所以韩经周看到这封信 也许非常开心 但是有点下不来 所以韩经周也没有给李白回信 当然说到没有给李白回信这件事情 他虽然耽误了李白的仕途 但是却成就了文学的历史 因为如果李白早早的就发达了 可能也不会有后来的真正的折仙诗人李白 所以李白的《与韩经周书》这篇文章 也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李白留下来的 不多的非常出色的文章之一 好 那关于李白的《与韩经周书》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